今天唱谈生活是讲一个榴莲的心理通证 有个比较心理学的方法去看今年整年的运程是怎样 今年是猴子,大家要看猴子的性格是怎样 猴子是一种灵长类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和人最相似 他的特性是什么呢?聪明,观察力强,灵活,都是群体性的动物 但不好处是怎样呢?挺贪心的,有时冲动一些 很多时候联群结队,欠地盘 再客观看2016年各方面的情况 由几个角度去看,首先由政治,经济,健康和其他方面去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政治方面,今年猴年大家都知道 中国传统最有名的猴子是哪一只? 当然是我们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齐天大圣是大闹天宫的,会很乱的 幸好最终被原来佛祖震着 今年适逢我们是立法会的选举年 这几年大家都知道,政治争拗不绝 很多香港人都分裂了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在今年更明显 大家都会照顾自己的政党也好 像猴子一群一群互相欠地盘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比较纷争的局面 至于经济方面,大家都知道 年初开始经济是一个下行的现象 无论股票或者楼市都出现一个跌的迹象 我们来看看猴子和猴子的动作又如何 跳得很快,升得很快,跌得很快 跳上跳下跳上跳下 所以我估计今年在经济和投资方面 上落会相当大 所以作为投资者或者普通市民 就要很小心留意 不要容易跟风,因为上落都会很大 第三方面看看健康的问题 其实猴子和猴子都很健康 因为很灵活,到处走 身体都不错,运动多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容易有皮肤的问题 因为拆损了,或者一些意外 或者一些意外,琴高琴低,很容易受伤 所以各位市民,在皮肤方面 和一些交通意外,或者工作意外 那方面,要留心一点 以保安全 今天就讲了楼年的通性 大家如果想知道 各个不同的 心肖,不是生肖 心肖的楼年运程 就留意我们生活台以下的节目 好了